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你来看评论人的精彩人生 台湾人爱喝茶 饮茶入菜 茶餐搭配成了最新的时尚潮流 而这间茶餐厅就选用多种的在地食材 根据风味属性搭配合适的茶叶入料 让每一道餐点都有独特的茶香风味 像是月亮软排 选用比松板柱还稀有的部位 再搭配阿萨姆茶汤 炖煮而成 口感软嫩多汁 还有碧罗春龙虎石斑 则是用屏东在地养殖的石斑鱼 都是外面吃不到的美味 它的餐点都有入茶 是我觉得我在外面没有吃过的 而且也感觉比较清晰 比较健康 环境舒适 东西也好吃 有特色的料理 然后他们也会常常一直要季节去做更替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新奇 很喜欢 很有特色 很健康 很养生 一到用餐时间 餐厅作物休息 忙着招呼上门的顾客 对待每位客人亲切又热情 这家已经开业24年的连锁茶餐厅 不管装潢 用餐氛围还是餐点 都融入茶文化特色 选用在地食材以真的料理手法为主 加上一定要现场制作的灵魂手艺 让这里的每一道料理健康又美味 尤其这月亮软排 选用品质良好健康的国产猪肉制作而成 蒸到入味的软排吸饱了特制酱汁 淡淡咸甜滋味非常下饭 它的特色是 它整块骨头有一个像一点弯的旋月 好像月亮一样 所以把它取名叫月亮软排 它整块骨头都没有硬骨 都是软骨 一头猪只有两块 就是在它前腿肩胛部位 它是比松板肉还要稀有 选用猪肉特别稀有的部位 加上特制的炒料放进袋中 成为灵魂基底 再用炒过的冰糖酱油腌制炸好的猪肉 最后就得进蒸笼炖煮两个小时以上 再放入特制的阿萨姆汤提味 做工繁复才能成就这一道特色料理 这猪肉非常嫩 很好吃 真的 年纪不会怕这个 这个因为它太嫩了 更多人气也可以吃 就算高龄90岁的阿宗级顾客 吃起来也完全不吃力 因为这月亮软排 早已炖煮到极为鲜软滑嫩 还带有浓浓茶香 就连招牌牛肉卷饼也是纯手工 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的招牌 天炉卷牛 现在看得到的这些黑黑的 它就是我们的天炉茶 我们把它打成茶末 下去一起打面 首先得将制作好的面团擀平 此时还得再抹上猪油 将葱花铺满整张饼皮 得不断经过松弛洗面的步骤 才能卷成这长条状 再来分切 靠经验掌控细节 将分好的面团拿去煎台 煎到两面穿上金黄色外衣 放入特制甜面酱 及卤制好的牛腱切片 全部纯手工制作 微酥微脆的外皮 一口咬下满满牛肉 还带有淡淡茶香 透过一杯茶 然后把茶入菜 用蒸的部分 让保留食物的原味 所以我们店内的贵宾 很多可能就超过8、90岁的 甚至新竹地区的 还有102岁的这样子的一个贵宾 今天是跟妈妈 妈妈90岁了 都是这里的忠实的一个粉丝 这个地方服务亲切 真的也是老顾客 做啊做了啦 我们这边的客群 熟客比例很高 所以我们在服务的上面 我们希望给顾客感觉 是一种比较亲切的 让客人可以觉得说 在这边用餐是很自在 很轻松的方式 就像自家造咖 老顾客天天报到 独特的好味道 也紧紧抓住客人的胃 我们这个茶青 它叫做新鲜的茶叶 已经一页一页拔 我们都把它的嫩叶来炸 会把茶青跟面部去组合 那它炸的时候 它需要一片一片下去炸 那你火候又不可以太大 看似简单的一道点心 料理过程却不简单 这道炸茶叶 一口咬下酥脆不油腻 脆口的茶香缭绕在尺间 沾上特制椒盐绿茶粉 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炸茶叶 然后口感非常酥脆 也跟外面的不一样 不含油非常好吃 吃过他们的布丁 我就觉得蛮好吃的 他们在口味上 也有吃出那种茶的那种香气 茶王做成的布丁 淋上招牌蜜香珍珠 滑嫩古溜 桂圆蛋糕 配上高雄梅子产业 做成的红茶蜜梅酱 口感扎实香甜却不腻口 用日本山药做成的前菜 此时淋上绿茶梅酱 清爽开胃 最后再搭配一杯乌龙玫瑰豆饮餐后茶 玫瑰花样制的花冻 配上柳橙高山乌龙的香气 清凉滑顺 配上主菜就成了一份 完整一茶入菜的特色套餐 店家还提供20%的舒适餐点 让吃素客人选择更多元 吃素你第一个嘛 无蔬果 所以它颜色上来讲 基本上有黑的 有白的 有绿的 还有这道用科技种植的生菜 配上各色多样蔬果 像是苹果 橘子等均衡饮食 搭配和风酱清爽 或是沾上酸甜绿茶优格酱 滋味独特 友善永续跟精致是我们目前餐厅 比较想要走的一个经营理念 包括不使用餐店纸 用QR Code点餐方式取代纸本菜单 有效减少垃圾量 餐点也使用在地小农 跟在地食材去搭配 比如说鱼类的部分 我们这次可能跟龙虎石斑来去合作 那就是台湾在地屏东这边来的鱼 以前可能会去用进口的鱼 那我们会减少运送的排碳那部分 然后也求新鲜的部分 让客人可以吃到更好的东西 毕楼村龙虎石斑 用毕楼村茶跟酒 它有一定的比例去泡 非常好吃 淡淡很新鲜 它非常顺口 所有餐点根据食材处境 搭配适合的茶叶入料 始终如意的真情神漏 也呼应着用心款待客人的 那一份心意